把入職時間這個部分 還有一直到電話前面帽號的部分把它拿掉 那當然不是叫你土法煉鋼 而且連土法煉鋼可能都有問題 為什麼你不要放在那邊 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公式 它是把這邊的資料帶過來 所以除非說你要更改 你可能要從這邊更改 有沒有 你這邊更改完之後 這邊就變了 有沒有 而且變了之後你會發現它格式也變了 這麻煩 所以我們假設說我不是從這邊下手 其實有個方法 把B欄這邊前面的東西砍掉 留下後面的就可以了 有沒有什麼方式 其實跟各位講 如果要做的話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 Ctrl Shift向下 先把它選起來 用一個方法叫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把它冒號 前面的東西把它留下來 後面部分拿掉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是一個解法 這個也許你可以試試看 資料剖析 那我們這一題的話 我是想到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所謂的MID MID 前面我們有用過 但是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我需要知道說這個冒號在第幾個字 那如果我知道冒號在第幾個字的話 我要的資料剛好就是在冒號的下一個字 所以把冒號的位置加1就可以了 那後面幾個字呢 其實後面幾個字 你可以當然可以算 不過因為後面的字 如果全部都要的話 其實你可以給一個很大的字 比如說99 因為如果超過它的字數 它就取到最後一個字的意思 OK 所以要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我們先練習 你可以在後面這個 這個H2的地方練習 比如說我以這個當練習好了 那你可以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什麼呢 文字類的函數 要不更正一下 應該先文字類裡面的 phine函數 所以你就先找一個phine 這個跟前面的那個題目 好像在上個學期的吧 有點類似 就是phine什麼呢 phine這個 前的冒號 所以呢 你就先跟他講說 你幫我找一下冒號 然後呢 在哪邊找呢 在這邊找找看 他找到 不過你會發現他找不到 為什麼找不到 明明不是有冒號嗎 為什麼找不到 有沒有這邊空的喔 主要的原因是在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冒號跟這個冒號 有點不一樣 看得出來嗎 特別注意喔 下面那個冒號是全形的 上面那個是半形的 所以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 Excel裡面 或者在電腦的世界裡面 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有全形半形 所以這個如果沒有找到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全形的 那全形的話 可能就是要用中文的方式 一般習慣是用什麼 用那個 用 我習慣用新租音 所以我是前導字元 加一個冒號 這樣子 OK 移開它自動會加千或雙以號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找到五了 按確定 第五個字是冒號 好 第二個就是把這個公式 再減下來 然後再插入函數 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MID 所以MID 這個 按錯了 OK 所以把它減下來之後 然後再插入那個 函數裡面找到MID 那MID的話 一樣就是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在這裡 那我要第幾個字 我要找到冒號的位置加1 所以後面記得加1 那我要幾個字 很簡單 你就99就好了 我剛剛講過啦 因為後面全要 所以你給一個數字 大於那個長度就夠了 OK 那你會發現 出來的就是 我要的結果 有沒有 那一樣的道理 這邊一樣找冒號 這邊一樣找冒號 所以喔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這個公式 帶到哪裡 帶到這裡 那怎麼帶 第一個啦 你可以一樣 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呢 一樣先用fine 所以剛剛最近使用過的 fine 然後fine函數的話 當然你把公式 貼到v16in這邊 因為這個就是我要找的 字在這裡 有沒有 那找什麼呢 找那個 冒號 記得是全形的 好有沒有 這個就5了 按確定 好 第一階段 所以其實差別就是 把那個v16in 本來是選 G2 改成貼上而已 然後再來第二階段 再把這個公式剪下 然後呢 用那個mid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呢 再來的話就是說 再把公式貼一次 貼到哪裡 貼fine 那個tester 這個地方把它貼 然後tester 這個地方把它貼 然後tester的部分的話 tester 那記得喔 就要剛剛那個複製的地方 所以喔 比較麻煩的地方就在這裡 那個tester指的就是剛剛的index 的公式 那公式剛好我們已經把它貼到fine裡面了 所以呢 我們記得喔 你可以再把它再複製一遍 複製的話記得喔 從哪邊複製呢 從index 一直到 後面記得喔 到這個後瓜糊 後瓜糊記得留一個後面這個後瓜糊 不要選到 所以從這邊index 選到後瓜糊這個 留一個喔 沒選到 再一次 從這邊選到index 把這個複製放到上面來 然後幾個字呢 99個字 這樣按確定 這樣就OK了 不對 剛剛漏了一個 加1 有沒有 這邊記得 把這個公式 後面再把它 再加1 有沒有 這樣都OK了 不然冒後呢 沒選到 OK好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其實理論上應該就大功告成 為什麼 因為你就向右 向下 全部都OK了 所以這樣應該是最快的方法 那請各位 最後其實籃框再把它變化一下 快點兩下 這樣就 看起來就是整整齊齊的 OK 所以我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剛剛的話 主要是利用 幾個函數 就可以快速的做切割 第一個的話 就是用fine 第二個就是加一個mid 所以我剛剛是把這個公式 先把它剪下 插入fine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你乾脆就插入那個什麼 直接用mid 因為貼的話 直接貼這邊 先mid 然後fine 直接從這邊打 第二個方法 你可以直接在這邊 fine 刮弧 然後呢 直接在這邊打 找那個冒號 所以冒號部分的話 加在這裡 然後記得前後要加雙號 豆點 然後再把剛剛貼的再貼一次 再貼一次 然後再後括一下 那要幾個字 記得加1 加1 然後這邊99 也是一樣可以取得 所以反正就是說 把剛剛的公式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跟貼到這個fine的刮弧裡面 這個可能比較困難一些些 那只要你沒貼錯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就OK了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